罗承搜查岳王杨素府,可是没有找着杨素。 在后院子里边,众多的侍女机械队伍里,罗承发现了一个女的,个儿比较高,皮肤比较粗糙,查着胭脂抹着粉。 罗承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走到他跟前,罗承你出来。 这人就出来了,在面前一战。 罗承说你叫什么名字? 就看这女的,冲着罗承,一笑。 用手一指对嘴,一阿巴。 旁边呢,有一个年轻女子就说了,她是我们这儿的头,她是个哑巴。 哦,罗承说你是个哑巴,有名没有。 旁边那个年轻女子就说了,她呀,姓张,我们都管她叫张妈,是我们这后院的一个总管。 哦,张妈。 罗承仔细一看这个人,最少年轻那个女的,一般来讲都是扎耳朵眼的。 罗承一看,这人没有耳朵眼。 不光说没有耳朵眼,脖子底下还有磕了素。 罗承一看,这不一男的吗? 怎么能说是女的? 罗承那有心计。 张妈,还是个哑巴。 她那个哑巴给你们当头指挥你们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们能听得懂吗? 这些女的有的不言议。 专门有那么两个女的回答问题。 啊,她这么回事。 她要是指挥我们,她比划。 长了呢,她比划什么我们都知道。 她说的什么也都明白。 哦。 今天我们进城了。 你们这些个机械、丫鬟、侍女都可以回家了。 这个张妈,我对她有重用。 来啊。 罗承一回身,吩咐一个手心人。 叫这张妈上她屋里来。 把这张妈就领到杨宋那个住室里头了。 进了屋之后,罗承瞅着这张妈。 我告诉你。 你到底是谁? 快点给我回答。 如果你不说话。 我可就要对你进行惩计。 啊啊啊啊啊啊,还点啊吧。 罗承说,好。 你既然是哑巴,肯定就不会说话了。 我跟你哑巴说话,其实是白费劲。 张妈啊,别看你个儿长得挺高,皮糙肉厚的。 我倒觉得你这个模样倒挺顺的长得。 哎呀。 你这脖子底下怎么还长出科罗素来了? 耳朵眼也没扎。 你到底是不是个女的? 我一样看一样看。 你要真是女的,我就给你找个主把你嫁出去。 你要不是女的,我就把你变成女的。 来,过来,给她脱裤子。 这一说脱裤子,盘边过来两个军族,这就扯过来要脱裤子。 刚一截着铺腰带,这位就喊上了,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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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我是杨素。 说这个杨素怎么这模样呢? 您可不知道啊。 自从那个杨素当着丞相之后,哎哟,乐得这新的花都开了。 没想到,老了老了,到时候还升了一级,当了丞相,同管国家。 他一当丞相的这个杨素府里边这些个女的呀,整天围着他来回转哪,都夸奖他。 哎哟,我说,丞相啊,您别看您那么大岁数啊,您现在就差这把胡子。 您要把胡子剃了去啊,您哪,特年轻啊,跟我们的岁数又差不多。 这杨素现在让他们捧着,洗脸盆扎猛子,布置身浅了。 是吗?那明儿我剃了去,把胡子刮了。 杨素把胡子刮完了之后,对镜子一照,自个儿觉得是,不错。 本来营养挺好,脸上泛着油锅,胡子这一剃下去,哎,朝着挺漂亮。 嗯,他自个儿朝着挺漂亮,别人看他还那么大岁数。 所以这帮女的天天围着他,杨素还有个毛病,每天晚上都有两三个女人陪着他睡觉。 睡觉之前先得玩乐,喝酒,什么打马呀,锯球呀,下棋呀,都是这个。 打打闹闹,挑逗嬉笑。 这几个女的呢,跟杨素混熟了。 这杨素你别跟对他属下的男的脾气挺大,对女的那脾气特好。 这这女的呢,有的就拿他桌去那玩,说哎呦,说长相啊,就您这个相貌啊,有点女相。 男长女相必有贵样,不信给您要是插上腌制抹上粉,您就跟女的一样,分不出来。 这杨素一听,是吧,那你们给我插一个抹一个。 晚上,门关上,跟两三个机械就在屋里面对着镜子,这机械就在插腌制抹粉,就给他拌上了。 插腌制抹粉,搬完了,对着镜子一照,大伙一捧他,杨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看来我真有点像女的啊,我要弄上女的衣裳穿上,我更像你们信嘛。 所以这些机械就找来这衣裳,没有他穿着合适的。 全府上下,前面有一大胖子女的,是厨房的,一个打下杂的,她那个体格比较魁梧,把她的衣服拿来了。 给杨素穿上,杨素一看,这衣裳不怎么样。 杨素这敢说我定做一套,我扮成女的,让他们出去谁都不认得我。 是杨素这天晚上恰这么耍的功夫,外面打进来了。 这一打起来,杨素一听见街上一大乱,人们一探报,说是这十八国的联军已经进了城了。 待会儿诱人报,说走不了了,把咱们这府整个都给围起来了。 杨素当时灵机一动,告诉自己两个机械,你就说我是老妈的头,我不会说话,我是哑巴。 杨素想这个样子是蒙混过关。 他可没想到碰上罗成了,这罗成的观察多细致,这一要扒裤子,杨素不得不着了,我是杨素。 他一说是杨素,罗成瞅着杨素。 罗成就笑了,罗成心想,就你这大许国丞相还想成大事啊?你这丞相就这德相,还想治理国家吗? 罗成马上翻过,给他困进来。杨素是要是困进来,最好把衣服给我换了,把脸洗了。 罗成说不换,不洗,就这样。五花大帮把杨素捆上。 这把杨素给活捉了,那边呢,善雄信带着傻小子罗石信,去攻打张徐驼的家寨。 张徐驼,上城上指挥三军作战去了,家里边没人。 打进了府地之后,这府地里边人哪个也不敢抵抗,可他们转身往外来的时候,正碰上这大司马。 这位司马德勘,司马德勘领着一兽人马来找张徐驼来了。 现在城里地一乱,他们的指挥也乱了套了。 司马德勘就问张徐驼,说现在城上的兵怎么样,结果往这里边一走,正碰上善雄信。 善雄信跟这司马德勘两个人马上就动上手了。 司马德勘动手跟善雄信在部下交战,因为到时候他都下了马了。 善雄信手中被金钉藏羊说,听着烫,听着烫。 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打,傻小的罗世纪在旁边想帮忙,扛着大铁枪。 瞄着这个两个人交战的空隙,突然间往前一蹦。 照着司马德勘的脑袋,嗚就一铁枪。 司马德勘拿自己这个兵器往上一架,他手里边使的是一口刀。 这刀梁往上一架的功夫,没躺下去。 这一枚躺下去,让罗世纪这一铁枪把这刀杆给砸回来了。 刀杆砸回来,正顶到这个头顶上。 顶到头顶上,由于由上往下压力太大。 这司马德看这脑袋整个里,等,就怼着枪子里去了。 怼着枪子里边去,他自己觉得难受。 啥小的罗世纪一看就挺有意思。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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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小子,你怎么矮了一戒呢? 那行,你矮了一戒,那就在这歇着吧。 啊啊啊,棒啊棒。 又敲两下 完了 这人死了 司马德堪死了 这张须陀 被善凶姓里活捉了 但是重点咱们得说 西卫王李密带着秦琼 还有小霸王谁呢 攻打这江都宫 外边一乱的时候 江都宫这宫里边有守卫队伍啊 守卫队伍这余文化题早都安排好了 有不少的弓箭手 这些弓箭手就在弓门这站着 弓门里边也有 弓门的弓墙上也有 当他们一弓打这江都宫的弓门的时候 上边弓箭手就乱箭齐发 这箭一射 十八国的联军 靠不了近 怎么办 小霸王宅上吩咐这五百名标枪手 不要硬顶着上 上民房 从远处朝着弓箭手 扔标枪 这五百名标枪手全都上了民房了 上了民房一看那弓箭手 往下边正在那射呢 这标枪就飞过来了 喷喷喷喷喷 五百名标枪手 标枪完一飞那些弓箭手 这应生而倒 弓箭不能再射了 于是就拥过来了 倒开弓门 直入弓内 顺着弓中涌入 往里边那一冲杀 弓中的护卫队伍一看不行了 所以说稀里呼噜 投降的投降 脚戒的脚戒 扎死的扎死 砍伤的砍伤 传到完了 一直问后宫里边来 这时候于文化吉在后宫里边 正跟着娘娘还睡着觉呢 有人往里通禀的时候 于文化吉慌慌张张才起来 说实在的 于文化吉自从当了皇上之后 比较忙 不是说公务太忙 主要是这么多娘娘 他觉得关照不过来 于文化吉哪享受过 这种生活呀 陶一夜就跟这位萧娘娘住去了 住了一夜之后 于文化吉第二天自个就算了笔账 心想在品位的娘娘 一共是一百一十三个 这么多呀 我也住不过来呀 第二天 马上于文化吉就准备了 准备什么 降职 说朕从这日起将夜宿两宫 一晚上住俩宫 上门院住一宫 下门院住一宫 所以今天这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了 于文化吉这一圈还没轮回来呢 老远了一百多个呢 他能轮得回来吗 于文化吉在这宫里边一听说 外边打进宫来了 这于文化吉才着急 开始他以为这些守卫的军队都能保护得住他呢 于文化吉慌慌张张 有打这宫里边出来就跑到正宫 萧娘娘屋子里边 先是告诉萧娘娘快把玉玺给我 这玉玺有一个盒里边盛着 这玉玺是当年十二连城换照壁那块好玉 上面壳里有八个大字 积寿荣昌寿命于天 这就是做皇上的凭证嘛 当官得有印 当皇上得有玉玺 在这个时候于文化吉深深意识到这玉玺的重要 所以他把这个玉玺盒要过来在怀里边抱着 他准备要逃跑 于文化吉抱这个玉玺盒 有打正宫出来之后 想着往后边走 想往后边走 走不了了 为什么前面已经人马队伍杀起来了 后边翻墙也进来人了 于文化吉看似不好 转身又往前来 前追后堵 正好把这于文化吉就堵到了 杨广死的这个店 这个店叫新安店 于文化吉也到这 于文化吉倒是一站住 怀里边抱着这玉玺 这个功夫外边 西卫王里面 带着秦琼徐茂公 程耀金等人 还有小霸王来着就进来 宫门里站 西卫王李密瞧着瞧面前的于文化吉 李密认识于文化吉 当年李密在朝中当普山公的时候 跟他有过来往 于文化吉也认识李密 李密看了一眼于文化吉 于文化吉 没想到今天我们两个再次见面了 于文化吉怀抱着玉玺 哦 敏琴可是普山公吗 不对 我现在不是普山公 我是西卫王 哦 西卫王 王家千岁 没想到今天我们再次相逢 我知道 王家千岁到此 是为了玉玺而来呀 天下乃人人之天下 有得者居之 无得者是之 今日看来 西卫王 甚得民心 这也是顺应天意 来到宫中 我情愿把玉玺成玉陛下 请留我一条活命 他把这个玉玺就递过来了 西卫王李密没接 李密吵着他 于文化吉 我来问你 你不是大许国的皇帝吗 许国 事到今日 已经是结束了 这于文化吉自个都觉得可气 我才当了几天皇上啊 怎么这就结束了 于文化吉刚才的脑子里边就想啊 先想啊 说司马德勘哪 说杨素啊 你们鼓动着我非要当皇上 我说为什么好 你们说我这名字好 于文化吉 逢雄化吉 遇难成降 现在看起来他也不化吉啊 人家都到了这宫里边把我堵在这了 你说起一个年号吧 叫天寿 天寿天寿 与天同寿 说明我这大许国江山永久 现在看来也不永久啊 今天在五天头 刚过四天 这天寿 他也不天寿 成妖寿了 于文化吉后来自个儿把这事解释开了 于文化吉心想 不应该叫天寿 应该叫万寿 这就对了 天寿 想遇天同寿能行吗 这天字 两横一片一纳 一共是四话 这四话四天 一话一天 哎呀 于文化吉心想 事到如今就什么也别说了 就求保我这条活命吧 于文化吉 拖着人欲起 一看 李秘密还不接 于文化吉就说了 不上宫 西魏王 你意下 应该对我如何呢 李秘密说 于文化吉 我来问你 杨广 是不是你给杀害的 哦 是是是 他作何多端 是我把他杀害的 尚可坚心 下去民意 于文化吉 今天你把玉玺 献给我之后 你是想求一个活命吗 正是正是 蒲山公 念在当年你我曾经 同殿称臣的份上 饶我一条活命吧 我年事已高 也做不了什么了 我打算回到家中 老守天园 聊却自生 好 来吧 把玉玺接过来 手下有从人 把这玉玺接过来 接过玉玺 交给李秘 李秘在手中提着玉玺 照着一文化吉 你想要退归临下 老守天园吗 呃 这正是正是 于文化吉 你可知道你的罪恶 呃 我有什么罪名 你有什么罪名 杨广 士夫夺权 镇兄 喜妹 这其中 都有你这些宁臣 在给他为虎作伤 诅咒为虐 于文化吉 现在 在杨广不得民心的时候 你又把杨广杀害了 你又成了许国的皇帝了 今天 我们倒在这里 能留你这条命吗 天无二日明无二出 留你于文化吉 我们十八国的国王 算作什么称谓 来 让于文化吉 进前来 接受我们的城镇 旁边有人 刀剑 其量 于文化吉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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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是 当了几天的皇上了 有几天的皇帝命 这也是天之交子啊 能不能 给我一个胡伦 十手 这于文化吉 跟杨广学来了 他想起几天前杨广临死的时候 就这么一个要求 于文化吉 想 我也别要求别的了 我就要求了个胡伦 十手得了 他一说这句话 七位王李密 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人 瞧了瞧 秦琼 看了看徐茂公 你们一下如何 徐茂公说 可以给他个胡伦 十手 这不算要求过说 成妖精仔 旁边拎着大斧子过来 要胡伦 十手啊 行 小子 我就给你来个胡伦 十手 这程耀金也没等 李密下命令 降旨意 他把这斧子就举起来了 拿这斧被 照着于文化吉的太阳穴 啊棒 一下子于文化吉 叫鼠就躺在地上 于文化吉死在这 于文化吉这一躺在地上 西位王李密 当时还一愣 昌王兄 你 他不说要胡伦 十手吗 要胡伦 十手 我这一下 多利索 你怎么着 你还将不得 雷瓷让他上吊啊 那废事 我这一下 特快 好吧 既然如此 就把他拉出去 掩埋了 这一说把他拉出去 掩埋了 这西位王李密 立即降职 对他宫中的物品 进行搜查 他说将至对宫中物品进行搜查呀 进到这宫院里边 不光是西位王李密自己一个人 十八国有很多将官士族也都进来了 这些将官士族也在宫中搜查物品 李密是把玉玺得到手里头 李密信一下 我这叫杰族先登 先把当皇帝的这个印信拿到手中 接着搜查宫中物品 李密马上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 程王兄 我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 程咬金说 王爷 有话您尽管说 有什么事还要拜托我 杨广手下有一个萧皇后 这个萧皇后 其人非同常人啊 拜托程王兄 一定要替我找到 刚才我跟这个萧皇后没在跟前 后宫院 她的皇后侍女嫔妃甚多 人缘杂乱 程王兄 你给我找到的萧皇后如何 啊 哦 你要找的萧皇后 对 这李密 为这个萧后 那曾经是冒了一回风险啊 在阳广下阳州 萧的时候 开始李密在那团上 由于看萧皇后 看得太多了 萧皇后 告诉杨广 把她给打发到岸上去了 在岸上 李密还看萧皇后 这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宰了 要不是李世民给讲清 李密那时候脑子就搬家了 尽管如此 但是李密 在头脑中对这个萧皇后印象太深了 李密认为 这个萧皇后 是当代独一无二最美的一个美人 闯进宫来的时候 李密拿到里边就想着呢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萧皇后弄到手 可是到了公园里边 发现的萧皇后没在 李密就把这个事交给程耀金了 他为什么跟程耀金说 怎么不跟秦琼说呢 李密知道秦琼这个人 是仁义君子 秦琼那是办大事情的 如果把这个事情跟秦琼一说 作为元帅的秦琼 李密怕秦琼对他有什么想法 程耀金呢 这个人跟秦琼不一样 程耀金是出身不一 什么事都干过的人 他把这个事托付给程耀金 程耀金能够他办得到 同时程耀金把这王位让给他 他也觉得跟程耀金进了一步 程耀金一听李密关注萧皇后 程耀金就给他宫中就找吧 找了一圈 程耀金回来跟李密就说了 王爷 我真认真给你找了 宫里边的萧皇后啊 没有